大家好 我是團長Joey 多謝你又來探訪 我今天的聲音很清晰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條影片就知道 我之前確診了 但我現在已經轉了陰性很多天 好像都好得七七八八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我由陽性轉做陰性之後又怎樣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六條大家經常問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你多久轉陰性 第二條 衛生署有沒有後續 有沒有抓你去隔離營 第三條是有沒有打針 超多人問我有沒有打針 第四條就是有沒有後遺症 第五條就是轉陰性之後有什麼要注意 第六條就是 好了 各位確診員的我們 到底我們又可以做什麼 什麼可以幫助現在這麼痛苦的社會 未開始答問題之前 我也想特別跟一些未中又或者是剛中了的朋友說 特別我知道未中其實有時候 比我們中了的更辛苦 因為起碼我們經歷過 其實我中的時候已經跟現在是很不同的了 因為我中的時候所有東西都是很亂 當然現在都是亂 但我現在就會有很多政策上的東西要理 譬如我一定要去推薦測試才可以證明我是陽性 但我又不能去做檢測 然後又要是隔離14天 所以那時候其實有很多政策的東西 我要去理多過我去理我自己的病情 但現在其實我覺得已經完全是兩件事 大家不需要給他那些所謂的政策 那些繁文慾節的東西去令到你再多一個煩惱 因為我知道中了其實 即使你現在是很多資訊 但是你中了那一刻你始終都是戀一戀的 始終都是覺得哎呦死了我要怎麼做 所以其實我現在都是跟我的朋友說 我說中了很簡單 一樣東西就是休息 需要你什麼申不申報什麼政府的什麼平台 搞得都還沒出來 總之最重要是休息 如果你的家人是沒中的話 就真的自己隔離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都是 其實已經是很多病徵很多天的了 但是都還是日日測都還是陰性 那就不知道怎麼辦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真的你當自己中了 當自己中了這樣隔離 因為其實無論中不中 其實都是一個答案 你都已經有病徵了 其實你已經是一個病人 所以一句說 如果中了的話好好休息 第一條問題就是 我是多久轉陰性的呢 其實我都算是長時間 我大概是由我發病那天起計 去到第十一、十二、十二日左右 才是正式轉陰性的 但是其實我最病最辛苦的時候 都是維持了四至五天 如果你有看我這條片的話 我有一段時間真的辛苦 到我現在都不敢再看 但是那個階段其實真的是四天左右 那我之後其實已經是剩下一點 很輕微的病徵是讓自己休養的 但是很搞笑的 每一天的病徵都不同 這天就喪流鼻水 那天就頭痛 總之二天都不同 但是都是一些 比起你前最辛苦的一段期間 已經算是很少疑科 但是我也有朋友 第五、第六天已經是轉陰性了 所以每個人都不同 第二條問題就是衛生署有沒有後續 我那時候應該是剛剛開始說 衛生署會發一個訊息 叫你上網去申報 然後他就會送什麼快速測試包 或者物資給你 我到現在基本上填完之後 我沒有收過任何電話 亦都沒有收過任何物資 不過我覺得其實都不要緊 我覺得大家不要想太多 不要太擔心他會抓你去隔離 亦都不要太祈求他會送什麼給你 如果你真的有什麼需要的話 跟你的朋友求助 我相信你的朋友都很願意幫你 接著就是有沒有後遺症 剪片的時候才發現我答了第三條 就是我有沒有打針 我是有打針的 但是我還沒打齊了三針已經中了 我知道如果中了之後 是不可以馬上等一針的 但是實際是多少天 我也不清楚 我覺得後遺症這件事 其實都要等三五七個月才會知道 這個病對你有什麼影響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好轉了陰性之後 其實我現在都真的每一次 我可能真的下街買少許東西 都會頭暈 每一次出街都會頭暈 我已經是縮短了時間 還有基本上談的問題是沒有解決過 但是我應該覺得 比起那人吞口水 都跟我覺得談這些東西 就是小疑科 還有有少少咳 不過是說得多東西就會咳 今天說那麼多東西都沒有解決 不錯不錯 但我覺得身體是真的弱了 因為你不要看我肥子大隻 其實我除了跟人登山的時候 永遠都是最後 其實我體力是真的不錯的 我以前打拳 我可以連續打兩堂拳 然後還要上weight training 所以我體力來說 在肥人界都算是不錯的 但是現在真的弱了很多 所以我都不敢說太大動作 接著就是轉陰性之後 有些什麼要留意 都有人問過我轉陰性之後 用不需要報回政府聽 但其實你報陽性 他都不理你 陰性更加不會理你 但是我也是奉勸大家 大家真的聽話 連我這些這麼喜歡滾街的人 我都真的經常困在我這個 一個一百尺的工作室 因為我還未敢回家 我覺得自己還是有病毒在我身上 所以大家真的乖乖地留在家 我知道有時候可能大家 我困在這裡太久了 我要出去韓燒打火鍋 吃麻辣鴨血 我朋友剛剛發了一張照片 說他吃麻辣鴨血 接著我就跟他分享 我有一天覺得自己差不多病好 吃完手肘餅晚上就吐出手肘餅 所以你不要覺得這刻我身體好像OK 然後就亂吃東西 如果你想吃都盡量吃清一點的好東西 接下來我就會分享一條片 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確診完之後的我們 到底有什麼可以做到 可以幫到的社會 其實這條問題 是我一位觀眾留言 啟發到我的 他也有說 你其實都中了 不如你現在就去社會前線 幫忙看看社會有什麼需要 其實我也同意的 我同意的地方是 我覺得我們已經是經歷過了 所以特別是你朋友中了的話 其實你真的想起你病的時候 你最需要一些什麼 然後你就去幫你中了的朋友 所以就是第一件事大家可以做的 就是關心你身邊中了的朋友 還有看他如果你有些藥是吃剩的 你就分享給他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下午的時候看到的一個貼文 就是在Facebook的群組 有一個人說我住在一個村屋 全屋的人都中了招要隔離 可能他們那條村是Food Panda 什麼鬼打的 都是不會到的 他真的很無助 無助到他要上個群組 看看有沒有街坊可以幫他買到物資 他可以先給你錢 可以先給的士錢 你來到就放在門口就可以了 我不會走出來傳染你的 然後他就有一些請求 希望可以有小南退熱貼 有一些麵包 有烏冬 又或者是肉丸 其實我看他要的這幾樣東西 已經是一些我覺得是最基本的東西 他也不是說你幫我買兩斤豬肉 兩塊牛扒 我看他要的東西 我知道是最最基本的東西 很好地說15分鐘之後 就已經有街坊 PM了他 資訊 跟他說幫他買 他說1小時後已經收到物資 我真的覺得 香港人這時候就要這樣守望相助 其實我看完之後 我都很想看看我能不能做到什麼 但是又會有很多實際上的考量 如果你發大來搞 你怎樣去衡量哪些人是真的有需要 或者是 我人的腦不是可以想到很周長的東西 我擔心我會忽略一些有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好的開始 希望有一些有智慧的人發起這些事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以一個幫助的義工去幫忙做這件事 如果未有這些有智慧又有空間有時間的人 去發起這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就可以先是從身邊的朋友 即是確診的朋友開始著手 這個時候我覺得香港人的需要 唉 淺貴然需要 但是我覺得這些小小的愛和小小的正能量 是真的我們很需要 所以我為什麼我很喜歡黎明那首歌 什麼? Good luck to you Good luck 黎明那首Good luck 大家真的要去聽 聽完之後的心靈很安慰 還有如果你們覺得這段時間 人真的很大壓力 個人很負能量 我建議大家去看看他的留言區 你會覺得香港人真的很有愛 很有愛 這首歌不會太雷智 例如這個 不用勞私凍眾 一把真摯窩心的聲音 已經暖透我們的心 黎明永遠都是黎明 與市民同行 我覺得這首歌真的很鼓勵到 我們現在的香港人 希望社會上有更多的窩心行為 可以在社會上看到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病了的早日康復 記得要好好休息 好老套的 好長氣的重複 現在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 知道嗎 我有信心 很快很快很快 我們就可以戰勝這場仗了 OK 希望大家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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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